今天恆生指數收補21,086 跌了163點 成交低於500億 今天收補454億 國企指數收10,882 跌了105點 整體來說 今天恆生指數升 國企指數跌 但今天戶芯300表現不錯 戶芯300收補2715.88 升了0.9的百分點 而上正收補2452 也升了0.48的百分點 不過一個星期戶芯300做得很好 整體來說升了3.4% 而上正升了2.3% 始終這個星期港股也有轉穩度 尤其是你見到國內今天星期表現很好 A股升穿了2,400之後 恆生指數也升破自己本身的50天移動平均線 繼續向上 我估計來說 接近上次的高位和現在來說 大約是3%左右升幅 我相信在5月的時間來說 其實市況的變動也不會太大 可能是上次的高位而已 我估計都會在一個雜幅裏面的反覆 還行為主 至於國內的市場 整體我覺得是向上的 例如我之前經常說 就像中國另外一個共產國家 就是越南 今年表現很好 有35%year-to-day的升幅 其實中國有機會追回之前兩年的落後 你見到明顯來說 港湖深300指數今年有15.78%升幅 相對恆子來說 其實都是多了一點多個百分點 其實南亞表現基本上來說 今年都頗不錯 除了越南 比如菲律賓 泰國 都超過20%升幅 當然其他地方 例如韓國 台灣 就相類似的國家 其實升幅都比新加坡香港少 因為韓國和台灣大約是接近9%左右 而新加坡和香港都有13-14% 我估計第一季來說 中國的市場應該是接近底部 第二季來說會還行 有機會 但現在相對來說 是突破了我的想像 是可以做好了 我相信換班之後會繼續更加好 所以之前看淡的 其實要留意一個因素 就是會否國內的市場做得好 香港的市場都會被帶動向上 和大家一起見到 fertil價格 是要做的 還有一種的市場 每年都會有 公司到來自終的市場